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谁 说 说出来黄军就你命 是 是 是谁 是天 天老板 天老板 我姓田 那他今天晚上为什么来接你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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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他说 他要见一个客户 既然我们今天见面了 那就开门见山地谈谈吧 你的声音 我电话里的声音 好像不太一样啊 那个不是我的声音 什么口 我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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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是 是 你 我就担心这个 新的联络方式 就是那个民生餐馆的信箱 刘明复知道吗 这个他不知道 这就好 你赶紧找另外一个信箱 好 这好吧 李延 今天晚上的事 不管以后刘明复怎么问你 你都不要承认 也不要害怕 毕竟刘明复以后还有求于你 放心 我会记住的 刘明复一去信箱去报纸 我就把他击毙 不 不能再贸然行事了 刘明复这个人神出鬼没 在隐患消除之前 我想还是暂时先稳住他 至于这个隐患什么时候消除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 还是范主这头 没有什么根据 只是担心节外生枝 今天晚上的会面 比我们预想得要顺利 谷语说得好啊 欲速则不达 所以啊 这个事情越是这样 我这心里头越不踏实 带着极大的困惑欲不安 范主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晚上对他而言 是太不寻常了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他竟然遭遇了两位神秘的田老板 这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这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这两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 又还是没有说 这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 这是什么 昨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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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回家 这件事 有什么关系的G1G4和 恐怕 关系不关 知道了 Yakuza同志的抗争 B1G主任的主书 是 知道了 我都不想 我都不想 看着这些计划 我都不认为 我都不认为 我们不认为 还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 老潘 你呢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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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紫丑银某来 老徐啊 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呀 不是 老潘 你怎么会有这种讲法呢 从秦深山回来 我就感觉到我 我这周边全是怀疑的目光 你别瞎说 谁怀疑你 有些话 我一直憋在心里 我想说呀 可是不说 我是不吐不快呀 那你赶紧吐啊 谁怀疑你 行了 我说两句吧 不瞎大家伙说 我就怀疑过老潘 这次执行证明 老潘回平安里向阿金辞行 又是立遗嘱 又是吊眼乐 喝一副胆战心惊 生离死别的样子 风消消息 易水寒哪 潘先生 这样我没瞎编吧 汪大夫 您接着说 我西尔宫廷 好 完了呢 跟阿金打了个招面 回来以后更换了一个人似的 抽口成章 好言壮语 又变成了 力拔山西气概式 潘先生 潘先生 这我也没想见吧 这都说是事实 你看 片刻之间 判若两人 天壤之别 你们不觉得奇怪 反正我觉得挺奇怪的 当然了 也有人说这是爱情的力量 我没觉得 爱情能有那么大力量吗 这不是爱情的力量 这是爱情的炸弹 那天晚上我回到平安里 我见到的不是阿金 是阿阿宝他爹 阿金的前夫 叫江连胜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巧合 可当时我这血就是 使劲往上涌 宁可杀不可辱 我宁可去上 去云山送死 我也不愿留在上海滩烧起 老许 王大夫 可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呀 其实 我跟你说 男人的心都这 这都是相通的 对吧 这也怪你 你为人不早说呀 你说你早说了 不就没这事了吗 我 我一直想跟你们说呀 可是你们不给我机会 我看着你们整天在这儿神神秘秘地聚会 我就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 随便扔到这码头的一个角落里 我孤单的 太孤单了 好 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 那么大家今后就不要心存芥蒂 表潘啊 这以后你还得振作起来 陆许啊 我 我回了 家父就因为支持计划而牺牲 我会振奋起来 对不起啊 老潘 你 我领导无方啊 没有善待你这样一个教授先生 让你的才华还没有办法施展 而且我也没有管好我身边像王天桥这样的牙医 你 让他每天都胡思玩笑 不是 我这事跟你汇报过的呀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少川 你派人送送他们 好 李延 你跟我上楼 好 对不起 对不住了啊 谢谢王天 白璐啊 你给知蓝叔打个电话 问问老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好 看什么呢 走啊 他叫李延上去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干什么 走 回家吧 李延不是我管的吗 回家吧 睡觉吧 挺晚的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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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顺泽 掌柜的在家吗 掌柜的还没回来呢 你快点快 疼死我了 咬着啊 忍着点 咬着 我还没扎呢 你嚎什么呀 没扎 就你了 你这还零礼一期的吧 对 零礼一期的 忍着 怎么样 这件事有把握吗 我试试吧 不是试 一定要成功 当然了 要见机形势 更要注意安全 好 放心吧 薛先生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到时候我会让白露配合你 白露 你和小龙开车 把李延送回去吧 好 请问记者先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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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兄弟 谢谢你了 你说你这大晚上的 跑到澡堂子里面凑什么热闹 不是去找那个混蛋吗 你找他干吗 他呀 欠了我一大笔钱 我说你猜迷心窍吧 这倒好 废了条腿不说 还让那混蛋捡了条命 你说你这干的什么事 王八蛋 早晚会收拾他 站住 刘先生 刘先生 这么巧啊 少他妈干嘛装糊涂 您这是干嘛呀 狗娘养的 竟敢欺骗了 我就是出卖我自己 也不敢出卖您呢 大街上的 把枪收好 把枪收好 找我有事啊 你跟老子说实话 是谁让你给老子吓得套 是不是马德财 马德财是谁啊 还跟我绕圈子是不是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还真撬不开你这样做 刘先生 您等我把话说完行吗 说 您说 自打跟了您以后 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按着您的要求 就拿昨天来说 我一拿到范种中间人 给的信箱 立马把报纸就投进去了 那为什么 军统和中共的人 会提前在富人澡堂设服 要不是老子的身手筷 差点被你小的 给送去包着饺子 刘先生 你仔细想想行吗 我要是卖了您 谁还给我佣金 更何况 您想出手打我 我何必断我自己的财路呢 您说是不是 那可就奇怪了 一点也不奇怪啊 您想想 特高科可不是邮电局啊 你能保证范种那家伙 成天守着那个破信箱啊 你的意思是 那家伙很有可能 没有拿到那份报纸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你少跟我耍这个小聪明 我不敢 不敢 走 带我去检查一下那个信箱 要是报纸不在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刘先生 万一要是这会儿 正好让范总委取走了呢 你少废话 别别别 走 走 你神经病 这珍太献她 你真是剎 来来来 可没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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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咋弄的 你跟他测试 你这咋弄的 昨天晚上 临时执行一项危险的人物 宋长官过将 可是没想到啊 半道上碰见日本人了 擦破点皮 没什么 饿点嘛 你这那死 差点皮的意思 你这是要坏掉一条腿 坏了一条腿就坏了一条腿吧 大不了后半生 坐在轮椅上 张家弟 你要是坐在这个轮椅上一辈子 你可啥也弄不了了 我都这德行了还弄个啥呀 可思 可思识吗 可思识吗 可思识啊 你要是往这个轮椅上一坐 你还真像那些大人物似的 你就别唬了 大人物我不做 等战争一结束啊 我就卸甲归田 回我老家 种那一亩三分地去 这不是渣渣还没解松吗 你是在军统上海战地门面 要是踹是即逝 恶老板是个穴子 这念中考核 可是要考粉的 闭嘴 我踹死你 等等等 长家弟 你没事吧 倒杯茶 倒杯茶 好 我给你倒杯茶 我给你倒杯茶 哎呀 妈的 我真没去走 哎呀 幸亏这报纸还在 要不我这小命 我这小命可就没了 白鹿的突然出现 让刘明福很是意外 这个他一直就想 除掉的黄毛丫头 此刻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但他却没有胆量接近 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不想因为 这一时的冲动 导致那笔买卖的落空 但是这个奸诈的小人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切 全都是事先的设计 五毛一斤 来三斤 好嘞 那家伙就躲在旁边的屋里 真想过去给他两下 别乱来 一切按徐先生说的罪 这次这个姓牛的 应该相信李言了吧 到处都能遇见我的仇人 刘先生 您的仇人好像多了点吧 怎么 那个小妖精把你给甩了 女人就是善变 我早就习惯了 我说兄弟 不是大哥我信不过你 是因为这世道太凶险 人心难测 所以我才不得不防 您说得太对了 现在这些吃里扒外 阴险狡诈 过河拆桥 妄恩负义的混蛋太多了 这样也好 就全是个误会吧 不过反而增加了 咱们哥俩的友谊 是 来 这些钱拿着 谢谢刘先生 谢谢 咱们这买卖还做不做 当然了 不过这回我们就不能追着他了 免得让人家误认为我绷不住 这一次我要等他的安排 那他要不安排怎么办 不可能 对于这种买卖 他比我还着急呢 这样好 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 那就得拿着他 反不上用热脸贴那冷屁股 只要买卖能谈成 是脸不脸的 倒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您说得太对了 这年头只有不要脸 才能做大胜 这脸是花钱买来的 没有钱 哪来的脸呢 您就是一高人啊 简单一句话啊 把钱和脸的关系 说得这么透彻 小弟我佩服 刘先生 刘先生 王天乔 你过来一下 来了 来了 怎么了 你坐 不是 我这底下还有事呢 你先说吧 我有事要跟你说呀 什么事 你说昨天晚上 那个老徐把李延叫到楼上去谈话 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呢 那能有什么意思 就是无非让他谨慎点小心点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还有别的意思 我就奇怪了 李延是我的手下呀 那他凭什么指挥他呢 老婆 现在大家都是刺激人了 大家都是一家子了 咱就没必要翻这小心眼了 好吗 那他是同志 我也是同志 我们级别是一样的 级别一样水平还不一样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 人老徐比你水平高多了 老徐那才真是一神人 行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下去了啊 不行 我得回头跟他提示一紧 我跟你说 你在家里耍点横就算了 你在外面你还 你外面什么呀 你想说什么呀 我就说你在外面 你这张牙舞爪的 你不嫌难看 老板晓 你居然说了 张牙舞爪 阿金 鞋子版好看呢 对 鞋很好看 其实质量不好 老婆 来吧 你先穿上吧 不是阿金来了吗 对不对 回头我再给你绣 穿上 你们俩穿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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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夫也不容易的 是的 是的 什么都得绣嘛 阿金啊 你坐 童子 你找我有什么寝室啊 昨天啊 那个张先生去找我了呀 他跟我讲说 以后去那个仓库找老牌 还要经过你批条子啊 那是纪律啊 这算什么纪律啦 我跟老牌们合法夫妻呀 又不是杰富赢富咯 那合法夫妻嘛 也是要有纪律的呀 我是说 这一个城市里面 还有两地分居 建个面嘛 还有批条子 这个纪律会不会太死板了 纪律就是这样子的呀 那你跟王大夫怎么可以 不遵守纪律啊 你们两个人想睡在一起 就睡在一起啊 我是童子也不能搞特殊话 倒还挺有理的哦 我是守法公民啊 老金啊 你的心情呢 我是很能理解的哦 不过我的人嘛 就是要听我指挥的呀 对吧 你不是要批条子吗 来来来 我给你批 是吧 我连笔都带的 我没有带条子 我不是自在啊 那我批在哪里啊 批手上好了 谢谢你啊 同志 阿金啊 以后呢 找我批条子 其实不用那么客气 我们都是组织内部的 兄弟姐妹嘛 是吧 不过我知道 你做的饭是挺好吃的 谢谢啊 我不客气的 这是我给老潘预备的 这个是给你的 他不准备留个纪念了 这可是一次难忘的战斗 老潘说 难忘的不是战斗 虽然说在关键的时刻 你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 把死的机会留给了自己 但是我们家老潘说了 他还是不能保留 这么贵重的武器 那可是前线 在后方可是王大夫 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 把死的机会留给他自己 啊 什么 那 你的 哎呦 这个是我的呀 哎呦 这个是贵是贵的 我找的要命急死了 真是 哦 你还急呀 急的 这什么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呀 那怎么可能不急了 哎呦 你看 他都不认识我了 带都带不上去了 真是要了命了 走了啊 走了 啊 谢谢啊 不送啊 潘太太 喏 现在来看你一次嘛 越来越不容易了呀 还要陈丹凤批条子来 那是谁规定的 朝夕上跟我讲的 不过我觉得呢 一定是陈丹凤要少少什么 同志的派头了什么的 她弄拳呀 这个女人喜欢转拳啊 我倒是知道 没想到抓得这么紧啊 是的 杨洛洛洛 你看呐 挑起吧 要洗嘞你 这么不讲卫生的呢 水龙头里没水了 我从片里搬到这儿来 到现在还没洗过澡呢 那你今天不要碰我啊 我猝死了呀 先填泡肚子再说吧 你刚才跟阿金聊了半天什么呀 又是生啊又是死的 感觉很严重啊 我不是说你在紧急的时候救助他的事情 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他 把死的机会留给了你自己 第一句话是对的 医生嘛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侄子 第二句话不太对吧 就这点东西呢 你差点都吃不上哎 怎么了 陈丹凤以为是我给他进贡的了 就扣下了 不是 测喜 进什么贡了呢 所以说呀 我就一把夺回来 然后把武器扔给他了呢 我就为了两盆菜 还要动武器吧 这是你跟说的那个铜簪子呀 你不是说是武器吗 这个娘们得把话说清楚嘛 我讲得很清楚的哦 你跟我讲的每一个字 我都记住的 在关键的时刻 陈丹凤把生的机会留给了你 把死的机会留给了他 这死还需要机会吗 死还需要机会吗 世上最容易的就是死 我不是顺着他的话说的吗 那那就把死的可能性让给了你 好吧 那听着也挺别扭的 这怎么就就我死了 想死不就死了 有什么机会了哦 那别生气吧 那表面上慢慢难呢 但是我知道的呀 他心里一定气死了 我告诉你 他要得的是呼吸道的怪病的话 你能撑得了几天啊你 你干吗呀 你这正常吃吃饭的 怎么又呼吸道了呢 你这说 嘘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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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神的吗 他把我的金耳环都给我来了 什么金耳环 这是我这个金耳环呀 我也不知道哪能回事 会留在他们家来 不是 你的金耳环怎么会在他那儿呢 戴上去就不简单 这摘下来也不简单 是的呀 我 我也没想清爽这件事情 这件事本来就不太清爽了 吃点菜吧 嗯 我们吃点这个 吃点这个 就变密啊 好吃 好吃啊 我喂你 好吃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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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很累了 很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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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一小 昨天晚上 我见到田老板了 这么快就联系长了 那 买卖他能怎么样啊 你见过田老板吗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见得到他呢 我是您这儿的中间人 我就不是他的 对不对 那怎么着 看来这买卖谈得不太顺利是吧 谈得还算顺利 可惜我总感到结果的 我不偷地干活 我不偷 我不偷 我不偷也正常 刚接触嘛 如果接触多了 那就是老朋友了 就像你和我朋友打打的 嗯 说说说 是不是 你与我老老老朋友 是啊 啊 汪一小 那个总监人 来过电话给你吗 没有 你们不是已经可以 直接联系了吗 反正这河呢 已经过了 那我这个桥 也该拆了 不不不 对了 稍等一下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天那个 菊香茶楼的茶钱 你得给我报名 省得到时候 你在喝那桶 我在喝这桶 够不着呢 对 来 这是这个 收取和这个洗凉的 够得着 够得着 够不够 够不够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够啊 乡下的是你的佣金 佣金 是吗 这不还有佣金哪 那 那 那早知道 这个桥 不能让你太快就拆了 那怎么应该多撑一点啊 是不是 都空了你那个 谢谢啊 美亚子 美亚子 我们快点 回来 日本 可能会不会 回到日本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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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安排 大家都接触了 战争是这样的 他人家里 坏了一旦 我家里的家里 我家里的家庭 因果忧法 好 遅れ早かれ そういう時は来る 先生なんか なければいいのに 私一人じゃ どうもできんよ 戦前な 私は広島のある有名な中学で 校長をしていた そこには 優秀な同僚がいっぱいいた そのうちの一人がいい姿だ 分かりました 二人の思いが 特別なこと 美恵子 はい ただいま そのうちの思いが 私たちの思いが この売買は その売買は それは 少しなさら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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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说 我这个佣金 好像 也不太可能拿了是吧 不不不 这个买卖如果谈成了 我会给你佣金打他的 那怎么可能呢 你都不想谈了 我哪来的佣金 不是不想谈 我是要进一步 进二步 进三步的慢慢的观察 行了你帮进几步了 你这不是在吊我胃口吗 不是你胃口 是我需要等待 等待 你倒是能等得及 反正啊 没事 我就怕万一田老板那边 等不及了 那怎么办 你就不怕他回头 跟别人谈起来 别人 对呀 难道你们先民司令部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 在做知识批发吗 你想想 这种可能 不惜没有 还是的 所以说嘛 做生意就是这样 瞬息万变 夜长梦多 一朵 一朵 一个人 坐姿 不好意思 等下 美妍子 我在教室 稍等 你又可以拿去嗎 還有很多工作 你又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